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群狮子围攻一个落单的野牛 狮群轮番上阵 那么野牛能否安全逃脱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 我是大象 狮子是非洲的顶级猎食者 非洲野牛是一种体型中等的动物 对于狮子来说 捕获一头野牛 无余会带来很多的食物 所以它们有很足够的动机来围攻野牛 一只野牛正在悠哉悠哉的走着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危险的边缘 因为一群掠食者在远处正在盯着它 单只的狮子可能对付野牛 还不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可是面对一群狮子 野牛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 不断的有狮子窜上水牛的背 开始大口的撕咬野牛 就好像注定这只野牛就是它们的囊 显然狮子感觉自己丢了面 于是更加疯狂的跳跃去撕咬野牛 过了一会儿 显然野牛还是没有导向 但是看狮群的样子都累得呼呼直喘了 也别说狮群对野牛一点伤害也没有 野牛的屁股还是见了一点点红色 这时的野牛已经不是在沉默的羔羊了 野牛也发起了攻击 只见野牛实际的顶向狮子 给狮子的肚子捅了一个大洞 狮子显然是惊呆了 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但是狮子也不是第一次捕获野牛 也有很多的捕获经验 狮子一看野牛正面交锋不行了 开始别的策略 那就是学习猎狗的捕猎方式 掏钢技术 只见狮群都不约而同的走向了野牛的后面 打算从野牛的屁股入手 但是狮子只是学到了猎狗的办法 却没有猎狗的技术 只见野牛一个神牛百尾 又一次将狮子给甩开了 狮子狠狠的摔在了地上 这下狮子又猛了 事实上比他们想象的要坚强很多 无论狮子怎么轮番上阵 野牛就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最后狮群看起来有想放弃的意思了 都想撤退了 毕竟吃不到野牛还可以吃其他的美味 不想在这头野牛的身上浪费力气 正当狮群想撤退的时候 野牛这回好像来劲了 野牛不顾一切冲向了狮群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铁 仿佛就是在说 钢台你们这不是在欺负我吗 都给我死 本来就筋疲力尽的狮子 看见野牛有如此的举动 都吓得灰溜溜的逃跑了 不得不说 这头野牛真是一个钢铁战士 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如果他一点点放弃的念头 就会死于狮群的苦中 不过如果把今天的狮群换成猎狗的话 野牛还能如此幸运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说到这里了 欢迎看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咱们下期再见